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还好吗 不会是大少爷他 大少爷没事是少奶奶 少夫人怎么了 少奶奶失踪了 失踪了 失踪了 我竟然冤枉我的媳妇 想不到她对我们周家 如此的尽心尽力 却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可以吧 可要我将你 纵观处置 好 纵打三十大棍 齐家法 我对她用家法 还把她关在柴房里 我 错了 我们都错了 尤其是妈错得最厉害 如果靳云真的有三长两短 我 我怎么对得起我的良心呢 妈 妈 妈 你没错 当作任何人 都会张恶为靳云 我 唯一错的人只有我 我不该逼她签下离婚书 唯一静云有个三长两短 错全部在我 您别自责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老虎犊 老虎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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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要太自责了 少年来这么联会 肯定诸神保佑 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您呢 放心 必有任何少女的消息 我们立即通知您 您老就放心吧 先回房休息 是啊 太太 您膝盖的伤还没有恢复 您还是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这样伤口恢复得快一些 您好 您好 老夫人膝盖受伤了 怎么回事 没事 没事 别操心啊 妈 下楼梯不小心摔着了 一点皮肉伤不碍事 不碍事 周冯 赶紧去找少奶奶 写得最要紧的事 就把少奶奶给我找回来啊 找少奶奶的事 我们一直没有停过 您就 我回来了 小白怎么样 找到你大嫂了吗 找到了 她平安无事吗 静云呢 静云现在人在哪儿呢 她平安吗 你告诉我 她病了一场 不过 现在有人照顾她 还好 大少爷 你还是坐一会儿吧 这我就放心了 坐一会儿吧 谁在照顾她 她好吗 为什么不带她回来呢 不要扫她 是我不让少白带她回来的 为什么 我们已经写下了 那完书 我们已经不再是夫妻了 你胡说 那离婚书 不算书 是你要写的 是你逼她签的 她是我们周家的媳妇 我要她回来 我要她回来 可是她已经不愿意回来 不想让她回来 不想回来不肯回来了 你是说 我和少白去找她回来 可是她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得问咱们自己呢 问咱们自己是怎么对的呢 问咱们是怎么一开始骗她上花轿 问妈是怎么一开始 将他们家欠咱们家的债 逼她与大哥共处一室 问大哥是怎么对的呢 为何与我共谋骗大嫂回娘家 却在大嫂秦深以后 回到咱们周家时 还要造你们那样子的棒打 问相军是怎么对的她的 问咱们周家上下 是怎么诬蔑她的 问她对大哥是否还不够好 否则妈要怎么忍心 将她关在柴房 咱们问问自己吧 咱们扪心自问吧 问她过得好不好 问她为什么还要回来 咱们问问自己吧 问问自己吧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我也在这边 你给我站住 找了她的 好 来 来 考虑 你必须所欺负的 看着你 除了 我 应该可以 你竟然是不准呢 基睛 你怎么都能说 离开 那他很過分 三十十十 三十三十一 而且 我也认为他不应该再回到咱们周家 至少 他现在要比在咱们周家 任何时候过得都要好 起码 有人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不像在咱们周家 活像陪葬的活泳 你 妈 少白说得对 就别再让晋云回我们周家 也许这是对他最好的补偿 不行 我要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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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们周家的媳妇 我不能让周家的媳妇流落在外 我要他回来 妈呀 他已经不是我们家的媳妇 他已经不是了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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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亲自带他回来 让他起庚跟我说 他不再是我们周家的媳妇了 我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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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你就念在老夫人的提琴上 咱们把少奶奶接回来啊 接回来吧 是啊 大少爷 别让老夫人以此闻过 哭坏了身体 他对杀了工赏ode 知道杀 loaded 赧心 authority 我舍不得 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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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have 你让他回来了吧 二少爷 绑好了 二少爷 你赶紧到柴房去看一下 怎么了 老夫人她 她把自己关在柴房里 还反锁了门 她说少奶奶不回来的话 她就再也不出来了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妈 我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若咱们真的是为了靳云好 就不该再让靳云回到咱们家 少白说的没错 何苦让靳云在咱们家活像个陪葬的活用呢 我不知道什么叫活用 我只知道 靳云一天不回来 我就一天不离开这个柴房 一天看不到靳云 我一天不吃东西 你们要是欠我这个老太婆活着碍眼 你们就活活把我饿死吧 要早一点去见 周家的列祖列宗 给他们磕走 还不是 你跟着干什么 平常嘴巴不是挺厉害的吗 这个时候怎么不用来劝我妈 我 妈 是人家不愿意再当咱们家的儿媳妇 您叫咱们姓宝套回来吗 我不信 我不信靳云 不再回到咱们周家了 我告诉你们 谁把她赶走 谁就负责把她找回来 妈 如果您坚持如此 那我也在此常跪不起 您一天不出来 我也一天跪着不起来 您饿一餐 您饿一餐 我也陪您饿一餐 橫树 我的身材不如您 若早饿死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 大少爷 您千万别这么说 您 可不能这样对待您的身子 否则 旧王被老夫任在北平 为了求人医治您的病 护手在人家的大门外 您这一夜 不曾经过一滴里 也滴水 还被黄黄河撞倒在您 伤了她的膝盖 可怜老夫人 可怜老夫人 就这么饿着肚子 站在大雷雨中 淋了一夜的雨 可怜她就这么动着尸体 平时站倒的第二天天亮 最后甚至 甚至为了求人家医治您的病 还让她渴望 还像一个开门的门房 若惜可同 下归要求 来 是啊 小君说的都是实话 老夫人一次大病了一场 在北平的医院住了好几天 所以她不让我们告诉家里 就是办法 大少爷您担心影响您的身子 妈 少蒲不孝 少蒲不孝 派您为了少蒲如此受苦 少蒲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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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大少爷 您就体谅脑粉的脑筋吧 咱们这就把少爷们接回来 一家团圆吧 妈 我这就去 把靳云接回来 我亲自去求他回来 妈 我陪大哥一块去 我也去 快请老夫人出来 请到北方休息 过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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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去 我去 终究你 你 我去 都去 我想会不会因为十多年都没有踏出过这个大门 一时心里有点不自在 大哥 你还记不记得 你还记不记得 咱俩小时候老喜欢在这里打陀螺 记不记得 记得 那你记得是你的技术好呢 还是我的技术好啊 是 是你的技术好 记性不错 那这样 改天我叫大跑马 让他代表你 我们来比赛 这 这他应该聊你吧 嗯 我让他不就得了 你得看他这次 用不容易跟我回来 会的 大表哥亲自请大嫂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的 大表哥亲自请大嫂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说呀 这次我做得太绝情 让他太深了 哎 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也或者 他不愿意跟我见面 咱们看见 再到老刘家借点野味回来 给你弄顿丰盛的 好 你呢 咱家好好陪着靳云 人家周家 可是付着咱们一万银元 要咱们照顾靳云的 妈 妈 妈 怎么了 我跟你说 人家那一万银元 是周家给靳云的 不是给咱们家的 哎呀 你呀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 啊 你不是希望 要和靳云过一辈子的妈 那就是说 咱们要养他一辈子 是不是 那这一万银元 就当做是周家 替他一次性付给咱们的好了 妈 话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怎么不可以这么说 你想啊 他要是愿意跟着你 那他的钱 也就等于是你的钱了 是不是 那他要是不乐意 那 那就请他搬出去好了 我可不愿意养个闲人 帮我好老米 妈 靳云 外头凉 你的病又刚刚好 应该多在屋里休息 一边又着凉了 一边又着凉了 进屋吧 来 喝水 谢谢 等我娘一回来 我就去跟她商议 咱们干脆 前往外地去 你 你可有什么特别钟爱的地方 那你可有什么想法 那你可有什么想法 那 看来 看来 阿远哥 还是无法使你开心一点 你 你 你还是不快乐 我 很好 我 只是 想我 妈妈 想我 姐姐 我 还高兴 怎么 subtle 这 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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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家的东西 但是我爸爸 将这方石仪给我 另一方 则归属我姐姐 我姐姐十多年前 离家出走 至今夏末故隐 我不懂姐姐的那方石仪 怎么会在他们的手上呢 我想查明 想知道我姐姐的下落 那咱们得上周家 问问周家表小姐了 好 我去 我这就去周家问问他们 你得客客气气地问人家 我知道 你放心好了 我会快去快回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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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 这是如意 玉如意 不 是如意没错 但不是玉如意 这东西 既非晶石 又非缴目 迄今都不知道 它是什么材料做 我看看 别动 小气 又说爸爸小气啊 这可是爸爸的收藏中最珍贵的 是无价之宝啊 他是清朝 顺治景年 满榜状元 麻勒吉献给顺治皇帝的宝物 经过康熙 雍正 乾隆 贾沁 道光 咸丰皇帝的收藏 后来成了慈离太后的最爱 据说慈离太后垂帘听证的时候 他的宝康就放着这笔绿竹液 这笔绿竹液 有他在的地方 蚊虫不清 还有一个迷信的说法 一旦有凶杀祸害 他会预先示尽呢 当然这话不肯信 我们就孤往听之外 爸爸经过 让你们看看这本子 希望你们知道 放在什么地方 那是因为 一旦有一天 爸爸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爸 你不说 藤烟无际 大风吹去 你不是去周家了吗 周家的人 包括那位表小姐 已经来了 周家的表小姐 二少爷 还有大少爷 就在屋外 周家的大少爷 没错 周家大少爷也来了 说 说要带你回去了 有镜子吗 你 你打算跟他们回去 请他们回去吧 我不想和他们见面 你请我告诉周家大少爷 我和她的夫妻缘分已尽了 我和她的夫妻缘分已尽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再见面了 她是 我和她的夫妻缘分已尽了 你何事 响 她是 不 不 你 我和她小一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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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转发 打赏 转发 静云 你歇错在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向你抱歉 不知道该怎么样 来表示我的歉意 回去吧 回去吧 我都已经说我错了 你还不肯原谅我 我没有错 你都不肯原谅我 还逼着我欠灵魂书 还说如果活不切 就要告我 让我和你 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之所以会逼你欠灵魂书是 是为我好 我当时心中没想那么多 我只想趁我妈不在 赶紧让你离开 我是心里疾 我真的只是心里疾 我想让你 趁我妈不在的时候 赶快离开 别再让我妈看到我 又叫人看着你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来找我回去 为了什么 是我妈的意思 原来如此 要我回去 是因为你妈的意思 你走吧 你走吧 你走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就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吧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走吧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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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好 那嘘爷 大哥 表嫂呢 他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他再也不愿意回周家 我去找他 不用了 这样也好 反而顺碎了我原先的希望 那我 那我去劝劝他 志愿兄 你们若有任何困难 欢迎你随时来找我帮忙 或者 我已经不在了 你可以随时找我弟弟周少还 他一定会乐意帮你 保重 后悔有气 后悔有气 妈 季云 我的季云呢 季云 妈来看你了 季云 妈 别再叫了 季云不愿意回我们周家了 季云 妈 妈来接你了 妈 原以继莫想求我 季云 季云 这位太太 请你留步 你谁啊 你又是谁啊 这是我们家老夫人 哪家的太太 那么不懂理 有这么直着往人家宅子里乱闯的规矩吗 你 那你是 妈 这位就是和季云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薛志远 哦 就是你啊 告诉季云说我来接他了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家的下人 不听你的使唤 请你出去 爹 阿远兄 您别这样嘛 您应该看在我们少奶奶的情分上 应该请我们老夫人入内喝杯茶 你说是不是 不行 啊 季云已经不是周家的媳妇了 我无需顾念这个情分 你 但 但是 看在小红姑娘的面子上 我就让这位不懂礼貌的太太 到屋里面坐一会儿 好 朕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帮你 我知道 你这么做 全是为了他 我大嫂 只要是他心里想的 你就绝不肯让他失望 只要是他心里期盼的 你说什么都要成全他 哪怕 哪怕 你这么做 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 谢谢 谢谢你告诉我 既然我知道 静云心里 仍当自己是周家的媳妇 我就没理由 不让他 与他的婆婆见面 静云 静云 如果 如果你还忘不了周家的话 你就跟他们回去吧 我只想回到我原来的家 但是首先 希望你能帮我 把那一万元 还给周家 然后 我会想办法 去找活干 我们凌家 欠周家的钱 我一定会还的 虽然 虽然 他们 已经 把我妈 写给他们的 那些 戒句 欠条 都销毁了 但是 我们做人 应该 清清白白的 曾欠人的 就得 还 等我 还清了 那些债 我想 我也 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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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烧 战烧 用你的声音 燃烧 燃烧我的一切 燃烧我的生命 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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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的诚心 燃烧 燃烧你的真爱 燃烧你的志情 不再流泪 你 还不再流泪 为何 为何 为何有那敢不吻 寂寞的长夜 有难比你双双飞 真相永远 长相随 如连笔 双双飞 想一想伴 永不回 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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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声音 燃烧 战烧我的一切 战烧我的生命 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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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烧你的真爱 战烧你的志情 战烧 战烧 战烧